我们必须要14加7是21天 甚至于很多特别的地方是14加7再加7 我们再来看看最近的一个北京 北京连跟他整个存债最相关的河北 都只能够说我们这个地方只能够只进不出 很多人都不知道该怎么上班 是不知道该怎么进去 你真的能够确定他们的疫情 真的如同你想象中的控制得那么好吗 现在中国的一个防疫情况 让人家打一个大问号 连这种裁剪都让人家觉得问题重重 因为他们都号称一天可以筛检100万 那问题数量这么大情况下 品质到底是怎么样 范老师 品质恐怕是最重要的 现在是要比价钱还是比品质呢 如果按照他们的这种 这种筛检的这种过程 那品质可想而知 对 我们看到不要说 不要说这个筛检了 连那个疫苗 中国的这个疫苗被巴西撤出 它的有效率只有50.4 50.4是什么意思 是打平安喜乐的 打了之后你觉得心情一半 一半一半 那跟瓦波一样 瓦波也不是一半一半 那没有十字益 那可见中国的筛检 其实也一样问题很多 其实之前我们就看到 他到其他国家的这个快筛 或者筛剂都有问题 特别是他刚刚讲过他的这个三百四十块叫快筛 快筛基本上来讲 他就是准确度不会高 那我们的筛检七千块 但我们的准确度高 所以我觉得那个不能够相提并论 医生是要冒风险的 要冒风险的 他说去採检还怕被病人 那个採检的人可能会打喷嚏 或者是有呕吐的情况 而且还不只是说他的准确度 还有你的医生的技术 我们知道我们台湾的医生 我们的医护教育都很成功 不管是特别是我们的医生 都要经过严格的考试 国家考试 所以他的筛的技术 或他的这个筛的这个手法 有没有办法深入到内部 才能够真的筛到 可是中国的医生 我们都知道以前 外号叫赤脚医生 他的医生待遇不好 所以他的医术也不好 你看为什么那么台伤 他生病 他还要坐飞机回来台湾医治 他不相信那边的医疗水平 所以不只是他的筛技 还不知道他的医疗的这个水平 所以我觉得今天拿台湾跟中国比 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做类比 两个是不同量级的这个比 一个这个比较 那我觉得现在当然就是说 我们要中国现在的情况 是非常严峻 特别是石家庄 基本上已经整个封城了 然后他的这个连石家庄 都已经在建方昌议院了 表示他要进行大规模的这个收容 但是问题是 现在中国麻烦在什么地方 河北省要不要封省 因为我们知道湖北当初去年封省是没有问题的 他离中国别北京很很远嘛 你河北封省之后 其实就等于封都了 封什么都 封首都 因为北京市就在河北的周边嘛 整个包围起来嘛 你河北如果封了 北京也等于封了嘛 那如果封都的话 那习近平说我们打了一个什么抗议的史诗 整个都破功了 全世界现在还这个还没有封首都的 不多啊 中国现在等于说你还之前还说我们多厉害多厉害 所以你看连河北的这个荣耀县都可以谎报 全阴性 这完全就是春片香 香片县一路骗到国务院 上下交相片 那我觉得今天就说连到现在这个疫情 大家都还想遮掩 那河北不敢封省 那结果到最后就是等整个 整个的爆发之后 那才来面对问题 就是为时已晚 来我请教署长 这个裁剪你应该是最了解的 那也包括要了解现在的这个武汉肺炎疫情 就国外的英国的统计数据 好像说这个首播这个出院痊愈当中 还是有相当高的比例会死亡 对对 先讲这个检验试剂的问题 我们在这里已经讨论N次了 因为有假阴性假阴性的问题 所以也不是说成普塞什么等等 而且常常要拿中国来跟台湾对比 台湾对我们来讲很难堪 是 因为他们这个都都不准的问题而已 而且他们不透明 随便乱讲 政治干预专业太厉害 所以这个我很奇怪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看到中国 就觉得好像好好要台湾去学习中国 这不对啊 台湾是全世界将近最好的防疫 怎么会常常提这个问题 我看这些媒体的朋友 如果提这些问题 有时候是来闹的 他们有些人是相信中国防疫做得好 然后防疫做好是因为普筛做得好 所以就把它套用到台湾 台湾也要来普筛 普筛怎么会做得好 他这个坦白讲是给那个 四季公司赚你多少钱 这个我知道 因为中南山的儿子就做很多这个方面的事情 但是这个筛检的问题啊 而且他们现在大家听得好像筛检什么四十八万什么 搞不好他真的是好几十个弄在一起 检查一次 阴境就阴境 对五个月内再度就医 然后有十二趟五个月内会死亡 对对就这个当然 所以现在是有重复感染的情形 然后病情加重 可能不一定是重复感染 这个是这样 他可能会产生一种 我们叫做变化症 后遗症 比如说他得了胃 他会变成会先为化 那这个就比较抵抗力差了 那比较抵抗力差 他就好像我们得一次COVID-19 为什么老人家会死 因为有些呼吸都好 他功能已经受损了 他现在更受损 所以现在可能得到的是流感而死 最近天气阴冷 可能流感 不一定是这个在重复感染 当然现在全世界都在注意 这种病会不会像登革是一样 变成变形 变到后来变成两形三形 那流感也是都是三形四形 要一起打疫苗 那两形三形登革是第一型得了 有第二型的话 会加重严重度等等 这大家来研究 不过我猜这个不是 还不是这个问题 可能还是他的变化症 也就是说他的会先为化等等 那表示说得到这个病 一定要完整治疗 但是有时候的确会有抗胃症 这一点是我们非常非常担忧 再来关心桃园市议员王浩宇 被罢免成功后 国民党把矛头对准了 莱猪立委 点名陈柏惟 吴思瑶 郑云鹏等六名立委 要成为他们的首波罢免对象 罢免陈柏惟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 卢志强南下台中 和当地议员李长会合 为了就是要在二月一号 发动罢免来委 而首波目标之一 就是这个选区的 基金党立委陈柏惟 台中市民有多少的比例 反对莱猪还不正当吗 自己不先反省检讨自己 什么叫正当理由 罢免别人都叫正当理由 罢免到你就不叫正当理由 你挺莱猪挺成什么样子 你跟王浩宇什么两样 强调暴免不能看个人喜好 陈柏惟也在脸书反击罗志强 讽刺他制造话题 蹭人气功力 确实在蓝营里相当厉害 他受罗志强任职马政府时期 主子也说过 美牛是诚心问题要解决 当时怎么不会叫老板 悬崖热牛 别户来牛 更算他历经马朱涵三姓家奴 可说是蓝营青年 从政凯模 要升官靠换主 没有利用价值就丢掉 胸怀随时斗争 老板的大志而成名 我们说最讨厌政治人物作秀 这个最会作秀的可能就是罗先生 既没有背景 派系背景 然后他也没有这个家事 跟协同 所以作为一个外来的这个政治人物 他必然要向党中央表达忠诚 国民党一边推反莱猪公投 一边力拼罢免莱猪立委 中央地方分境合集 企图操作讨厌民进党氛围 绿营性质肚明 我们看到这兰营的市议员 罗志强讲了头头是道 点名好多人 通通要把他这个罢免 包括这台北市的这个立委吴思瑶 那另外台中陈伯威也被点名 陈伯威就反击 那你自己不也是不务正业的 不分区议员吗 照他们所列的标准 是不是罗志强也应该被罢免呢 来 瑞德哥怎么看 现在兰营所这个 要发起了这种所谓的到处去罢免 会形成这种遍地开花的情况吗 所以现在绿营有人开玩笑说 现在的全国不分区议员就是罗志强 就是他嘛 他做的事情跟台北市政府 有什么关系 那当然他身为国民党 好像想选台北市长的 这个人选之一 他要做什么事情 那么我们个人没有意见 如果你用这个所谓的挺来猪立委 你要罢免他的话 那请连国民党挺来牛的一起罢免 很简单 道教的标准都是一致的 我们现在讲事情的时候 讲的是科学 如果挺来猪是毒猪 挺来牛也是毒牛 你不能跟我讲说两边不一样 你知道吗 两边的东西都是莱克多巴胺 不是一样吗 那你为什么 就好像马英九一直在 细事淡淡的一直在讲说 他这个进口的是30个月的 这个等于说来牛 不是来猪了 那有什么两样 为什么你的标准在经过了几年以后 你会改变 科学就是不会改变的 我觉得一直都没有办法说服 那么绝大部分的台湾的年轻人也好 还有包括台湾人民也好 为什么你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你到现在都没有办法说清楚 讲明白吧 对不对 那还讲说马英九的马团队 还讲说 不要进来不就好了吗 那你当年为什么要进来 很简单嘛 始作勇者不就是你马英九吗 你为什么要进来 你到现在都还没有说清楚 你只说不是为了贸易嘛 不是为了压力嘛 那你到底为什么嘛 为什么你拼要 拼要让台湾人民吃莱克多巴胺 就是马英九干的不是吗 卫生署组组长 那时候不是叫梁智梁吗 所以事实上从这件事情 可以看得出来 这就是一个政治操作 就是这样 那当然建列欣喜认为说 桃园市议员王浩宇的罢免 我觉得很高兴 就要到处开战场了 国民党里面还是很多人 是非常理性的 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 世上再也找不到一个 甚至于在绿营里面 再也找不到一个人 是像王浩宇一样到处开战 这次不是只有国民党在罢免王浩宇 台湾民众党时代力量 还有之前他出身的绿党 很多人也对他不爽 民进党里面也很多人对他不爽 各位很简单 黄杰自从说要罢免黄杰到现在 各位用多少民进党也好 基进党也好 时代力量以前的同志也好 多少人出来挺他 对不对 请问你王浩宇旁边是谁 很简单 为什么 因为王浩宇到处引战 然后讲不客气一点 全台湾所有的选区 大概除了苗栗之外 跟花莲之外 能够找到一个像中立 那么深蓝中的铁深蓝 大概也很难 你以为这次 那么是中立的大胜吗 不是的 鲁明哲也好 韩国瑜也好 清清叉叉 在东西都可以拿到 十万以上的选票 话你说拼白的 就是这样 那个是蓝中之重 重中之蓝 很简单 国民党请全党之力 然后黄沪宇党部 请全党之力 开出来就是这样 低空掠过 你要知道 今天如果开出来 是比韩国瑜 还是比鲁明哲 他们得票率还要高 那我就下一大调 但是绿营的人 自己也要 自己本身反攻自行 也要思考反省 检讨一下 那么在更多的 选民服务之外 在打各式各样的战场之外 是不是那么经得其考验 我相信 你要知道一件事 紧接而来 包括黄杰的罢免案也好 五四妖 谁谁的罢免也好 就是一个民意的 很好的一个试炼跟考验 经得起民意的试炼跟考验 我觉得根本就不用 太过度的害怕 来 范老师 现在对于蓝林来讲 是不是趁胜追击 因为罢免成功 一个之后 接着马上就要开始 问题是全台湾的民众 会认同国民党这种 非常类似这种 暴富式的罢免呢 国民党是以大总统选战的模式 在对付王浩宇 你看那个看板 大的广告 各种的广播 连这个广播电台的广播 第四台的插播 甚至连那天 那个广播车到处 你看选举的时候 没有那么多广播车 到处广播车 连到那一天的中午 大概只有十几%的投票率 下午林里长都拿出社区广播 请各位赶快去投 全力动员 所以结果也不过是低空略过 所以我必须要讲 就是说当然对国民党来讲 他需要一场胜战 他太需要了 因为他基本上连三败 总统大选败 立法院也败 韩国瑜被罢免 桃琼是补选又输 所以的确江启成 他一定要有一场胜利 所以你看江启成 为什么在投票前一天 他跟连盛文开直播 他把他的未来的党主席之路 跟这场罢免是绑在一起的 但是我认为他当时应该 他们认为应该是有机会过 所以他才要在这个时候 站出来 那你会觉得蓝营 现在是把这个小胜 当成大胜 就是说会不会太过乐观呢 我觉得这个已经实随之位了 的确罢免不容易 因为他们认为中立的模式 可以拿到台中 所以罗志强 当然就讲过 全国不分区市议员 本来是王浩宇 现在变成罗志强 他台北的大安文山的市议员 跑去台中要罢免 陈柏维 那大家表示 但是问题是我非常 就表示国民党 这种鹰派的力量 像罗志强这种鹰派的 或者说在立法院 丢什么租内障的这些人 他们觉得我们这次是获得支持肯定的 他会越来越走向鹰派 越来越强硬 但是我觉得这样做 在其他地方 可能就没有像中立 这样的一个环境跟条件 所以我 但是我不要讲 朱立伦是很有可能 我觉得他在这次 他是伤得很重 因为桃园是你的起家之所在 当过桃园县长 就你在这次的问题上面 你竟然是切割的 但他可能怕说我介入太多 如果王浩宇没被罢掉 我会不会我未来的选这个国民党主席 可能就失利 算计太多的结果 我必须要讲 这一次的确让这个江启臣占到了便宜 是 来来 委员怎么看 这对于立言来讲 有人说要戒胜恐惧 担心这个新兴之火 是不是会燎原呢 当然民进党要戒胜恐惧 可是问题是我们高雄 我们也去发动罢免 那所以也去罢免成功 那我因为站在政党来看的话 我们就不能去做差别的一个看待 范老师可以这样讲 我们政党中人 我们不能这样讲 我反而会觉得说 这个确实是该地的市民 你们本来就可以正当制 行使你的公民权 但问题就是说 如果说因为罢免 王浩宇成功了 国民党就好开心 好棒棒 好开心 很复杂 讲到王浩宇 但是后来他变成我们的同志 当初他用绿党的身份来当选 那他离开绿党到民进党这边来 请问绿党人对他开不开心 不开心 他动不动就跟实力对抢 时代力量开不开心 动不动就跟民众党对打 民众党开不开心 还有我们那么多党的同志 在那个地方又形成一个 你这个后来的交入民进党 又是一种竞争 当地的很多民进党又跟他搞得又不开心 发动这次罢免的中国国民党会不会对他手软 他当然不会对他手软 所以又在当地的一个选区里面 这个是一个深懒的一个选区 所以这么多因素 重就了这一桩的一个罢免案 但是我终相信 王浩宇有一天他终将再起 并不是说他今天是私德如何 然后应该被给泰除掉 倒也不是 好了 那在高雄这一场 你等着看吧 你要罢黄捷 谈何容易 你看在高雄这一场 国民党好好笑 国民党要罢黄捷 然后边发动什么你知道 反萊豬 罢黄捷 我都想说黄捷又不是立法委员 反萊豬你也合作为地 这个高雄市民 凤山市民 会觉得有一点可笑 那第二个就像瑞德刚刚提到的 豬跟牛都是萊克多巴胺 可是最主要的是 你看当地的民进党跟黄捷 就变成说他们叫做凤山队 你要罢我选区的黄捷 不行 虽然他跟我有竞争 可是他跟我是同一队的 为高雄再打拼了 我们在立法院里面的 我们也跟黄捷站在一起 我们认为他是一个优秀的 一个地方上很优秀的 高雄市的一个议员 他从媒体上让我们所看 透过媒体看到 他对高雄市政府一些 问题的一个争辩 我们觉得他就是一个 非常秤职的高雄市 那未来你怎么看 蓝翼是见面欣喜 引出了韩国瑜 有可能要出来 很好 农历年后要决定是否参选 当主席或是选桃源市长 我觉得很棒 反正国民党等到 他完全都没办法的时候 他们想过怎么办 找谁来救援 就是韩国瑜 我觉得很好 他付出的一个时间里面 不管他去当党主席 选党主席 当选党主席 或者去参选市长 我看民进党现在任何人 最喜欢跟谁参选 就是韩国瑜 就韩国瑜 那国民党就读读看 我们也都没有意见 对 来源自 所以韩国瑜是要 趁胜追击吗 趁这个罢免一次成功之后 然后马上就要选说 到底是要选当主席 或是选桃源吗 这两天有一个新闻出来 就是说有一些中常委 因为去参加 韩国瑜岳父的 好像一个去领堂碾香 好像有当面 有跟他提一下 但是在那样的场合 也不可能很正式的 可能就聊聊天而已 韩国瑜也没有正式的回应 但是我觉得比较确定的是 之前许淑华他们讲的 就是说可能在年后 韩国瑜要出来做公益 那出来做公益 不代表他就是要 选主席或是市长 只是说大家对于韩国瑜 就是说他太久没出现了 而且他就算没有出现 他的声量还一直很高 所以大家就会想说 哇他出来一定会 又会天翻地覆 韩粉有期待 韩粉一定有期待 可是说是不是大家期待 他就一定会出来选 我觉得还是要尊重他意愿 应该目前还说还没有 确定的答案 蜜蜂姐 所以呢 韩粉的期待 难道韩国瑜不会心动吗 没有 其实韩国瑜要不要出来 跟这次罢免 根本关系不大 因为之前就有很多人在 在劝说他要出来 因为这个东西牵扯到国民党 后面的布局 那我觉得这个党内的那种阴险的气氛 还蛮重的 就说我整个设个局呢 我要卡谁 我先卡到谁之后 我再能够去弄谁这样子 那不过就是说韩国瑜的出现呢 我觉得很多蓝营人就说 你不要害我们了 可是绿营的人是比较蛮高兴的 觉得他都是绿营的贵人 那所以说那我觉得韩国瑜要不要出来 就看他自己的智慧 那其实很多很多那个蓝营的 比较靠蓝营的 我知道有一些蛮蛮有那个什么文宣细胞的人 其实一直都在鼓励这个所谓韩国瑜 出来选 一直在尊敬韩国瑜 但是他的目标绝对不是党主席 其实韩国瑜最重要的目标 就是桃园市长 因为他不可能 他有一阵子透过那个周习伟 去放那个什么台北市长 还是什么东西的 那都是假的 那就是桃园市长 他桃园市长他觉得说 我在高雄市其实也没有做得很差 可是因为真正因素 你们就把我罢掉 那我就要回去桃园看看 可是你要看桃园人 桃园真的要一个 高雄市都不要人 然后你就来桃园选吗 最好笑的是罗志强吧 他自己台北市在这不管 他就管去我们台中的事情干嘛呢 他管全国吧 对啊 那他不是跟那个谁 跟那个王浩宇一样吗 不应该罢免是他嘛 不是吗 所以我觉得对所有人 有包免的也是这样